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达磨面壁九彩整 高僧武劫天下名 少林寺是五以四名 四以五险而久负盛名 少林武术世代相传 更有少林功夫假天下之美称 这些少林寺武僧正在走向练武场 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场面 少林武星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影片 《风靡世界》掀起了一股罕见的少林武术热 是古老沉睡的少林寺 又成了世界舞坛主墓的中心 这是国际少林武术节的盛况之一 少林寺登峰大街上 都成了演武传武的场所 《风靡世界》 《风靡世界》 国际少林武术节在郑州召开 国际舞台朋友接踵而至 络绎不绝 当今才是少林武术最繁荣的盛世 中文字幕提供 少林武术成了体育场大型表演节目 少林和尚成了表演少林武功的主角 少林武术热也带动了全国武术热 北京召开了武术座谈会 李连杰高兴地告诉徐才 他刚刚从拍摄方氏玉影片的摄影棚赶来参加这个盛会 他还谈到主演黄飞鸿影片的情景 一连杰见到他的教练吴斌十分兴奋 李连杰是个很有武德的武姓 对自己八岁时引导他学艺练武夺 朝夕与共十一载的吴斌导师 至今还是那样尊敬和爱戴 师父俩谈得多么开心 真是难舍难分 李连杰与孙剑云老前辈见面 李连杰一向有尊敬老者虚心求教的美誉 李连杰在大会上发言 回忆他成长习武的过程 是祖国把他从小培养成如今一个世界驰名的武姓 这叫罗汉壮忠 也叫头顶功 是少林武功的绝招 格斗起来长以此招取胜 铁头功法须持横 平心静气苦用功 炼成肉头 炼成肉头硬如铁 寒暑冷暖 熬石冬 是少林导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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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绝好 要绝好少林武功 首先在于苦练基本功 这是练的什么功 这是罗汉战装功 又是少林的秘功 地上还立了根竹签子 头上顶个大碗 真是一动也不敢动 否则就要吃苦头了 这确实是苦功 据说以前少林高僧们 在练罗汉战装功时 头顶一盏油灯 战装一个时辰 和现在两个小时 灯火还要纹丝不动 看看都汗流浃背了 可别着急啊 还得再坚持一会儿啊 这是少林铁沙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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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必打牧人庄 这是梯庄公 他练的是提石功 这是少林七十二亿的硬功 外状功法 属阳刚之劲 专练两手两臂 提握耐力的功法 拳甲掩 握拳如卷饼 如此功练成 其拿敌人时 入肉三分 敌疼男人 无法逃脱 十所功是少林的基本功力 十所功夫看一成 由小便大 由小便大 重量增 每天必举上万次 两臂方能 琴虎龙 这可谓一绝 一练功力 二练胆识 少林寺 少林寺披露殿内 最吸引人的 是这些陷下地面的圆坑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角窝 关于这些角窝 传说纷纭 已致成了少林寺的男姐之名 这位深得少林真功的梁桂武 向弟子们表演胡不把 你看 他的每一次进攻和跺脚 都恰好踩在角窝的正中 胡不把分三个招式 这是白鹤亮翅 这是冲锤 这是轰地炮 也许这个胡不把练功法 能揭开这些角窝之谜了 铁杵磨成绣花针 少林武功啊 真不愧是我国武坛上的 一块瑰宝 少林泉 具有独特的风格 他动如闪电 声如雷鸣 声如雷鸣 头功 是少林独特的基本功力 尝以此功初期不易地战胜对方 少林武术正是在兼收病序博彩重家之长而得到发展的 但在多年格斗实战中 也形成了他独特的技艺 和威震神州的基本功力 看 他先用少林劈沙掌 紧接着上去一个少林飞角 将对手打下了擂台 这是老泉士赵将的小孙女 您别看他身丹力薄 但是掌握了少林针功夫 也能够以弱至强 好 点穴 这可是少林秘工之一 这标准大汉出手还没有几下 就被点中张门穴躺倒在地 对于突然袭击 也可快速用点穴密工 把来袭之人制服 这是解救杂物 这是解救杂物 点穴密工 因有较大的伤害性 轻易密布传人 更不准滥用 这是少林金掌鸡水工 专练掌力 这是少林金掌鸡水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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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的掌力 得阳法师动作敏捷 打得干净利落 好 少林玉带工 又叫最部弥勒工 是专练两臂食指的工法 最部亮将掩人耳目 双手一搂 可把一两个人搂撞在一起 筋断骨折撞成重伤 玉带工 是少林实战中的重要密工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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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林寺武功队著名武僧士行羽 正在言师德阳总教头的传授下 苦练罗汉道挂金钟功 此功专练腹背腰腿腕乃至全身 罗汉道挂金钟功是少林七十二亿中的外功与软功相间之功法极难力 必须使阳刚之实力与阴柔刚柔相及 气万全身 日练百次方可妙用 此功必须要有持之以恒的惊人毅力 才能练成 少林武功的基本格言是 要练功 要练功 莫放松 要练武 莫怕苦 尼鹏 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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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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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双钩吗 是虎头双钩 这是双草莲 真是骑兵器啊 少林骑兵器的挖掘 对整理少林武术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世行彭武术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世行彭武僧演练的地躺拳 真是不吝点赞 真是不吝点赞 真是空顶番 令人耳目一心 堪称一绝 真是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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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吝点赞 真是不吝点赞 Already 真是不吝点赞,真是不吝点赞《这下落国》 next time 赞 真是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现在要演练双风逛耳 脆弱的太阳穴要早里千金 头颅竟安然无恙 少林气功真是玄妙 七枪刺身 如果士行学武僧所练的刀枪不入的铁布山功不到家 恐怕他身上早已千疮百孔了 使劲儿 怎么会拔不动呢 这叫少林一守丹田功 又叫西瓦功 此功极难练成 必须一语气和气与力和 方产生巨大的吸力 练就西瓦绝技者 目前仅士行彭武僧一人 少林寺是我国的禅宗祖庭 也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 今日少林弟子不但每日要刻苦练功 更要诵经参佛 德阳法师 在座首印礼佛 这是首座素喜大和尚 这是李连杰小时候的几个珍贵镜头 这是九岁的李连杰 刀法也很纯熟了 十一岁的李连杰在墨西哥 李连杰随着中国武术代表团 带着中国人民的友谊 到墨西哥美国等地访问表演 这是美国 李连杰和崔亚辉的精彩表演 赢得了观众的赞赏 看 刚刚起屋两年 仅有十岁的李连杰 早已将汗水洒在了长城之上 十二岁的李连杰在第三屋全营会上 夺得了全国武术全能冠军的称号 从此他蝉联了五屋全国全能冠军 十九岁的李连杰 风华正茂 李连杰的帆子拳 动作灵敏刚进有力 正像武术的口诀一样 八闪翻子拳 短少气力连 双拳密如雨 脆快一挂鞭 李连杰勤奋苦练 继承了中华民族武术的精粹 成为我国武坛上的一颗新星 少林寺第三十一代板一弟子德浅大师 俗名王长青 为了挖掘整理少林武术遗产 江湖焚少林寺前 永祥大师复制手写珍藏的 历代少林全谱密钞本 进行整理和研究 后经数年 呕心沥血 欲辱于尝 终于写出了二百五十万字的 中国少林武术大全巨著 独领风骚 这实在是中国少林武术史上的一大创举 德浅大师 德浅大师与德阳法师切磋记忆 德浅大师 德浅大师 积佛学 武学 医学 于以身 多次远渡重阳 到新加坡 东南亚 及美国等地 弘扬少林武术 德浅法师 与他师父少林寺首作速洗 翻看中国少林武功画册 这是少林绝密的铁弹功 铁弹功 又名少林下步行功 还有的称之为金缠功 属少林七十二亿中阴柔之近路 绝密神功 专练人之甚部的功法 铁弹功 是少林独特的基本功 你功我要害 我呢 有神奇的防身护体的功力 这就解答了试验武大师 为什么要千辛万苦地 去练铁弹功的原因 试验武大师和他的徒弟小花 又要去演练什么新的招数呢 比较大师和他的练习 就解答了 第一次 还差点了 这都解答了 好 这都解答了 这都解答了 对 这都解答了 不再答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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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解答了 不再答答了 不再答答了 试验武打的这套少林拳 钢剑有力 朴实无华 出击收快 正在实战 哇 这绳套是干什么的呢 该不是用来上吊的吧 咽喉和阴当是人生致命的要害 试验武练就的钢喉铁当 不怕锁喉 不怕踢打 真是绝功载势 哇 还真是上吊啊 这不要命了 这是铁箔弓 俗名就是上吊弓 专练金猴 又是一个巨世无双啊 又一个未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中华瑰宝 少林真功夫 使人大开眼界 奥妙无穷啊 少林有句名言 练武不练功 到老一场空 少林弟子不论生活起居 都要因地制宜 功不离身 练功成席 我们有幸得到特许 能拍摄到这些 密不外传的少林生活功 厨房僧 切菜 不忘练功 这练得是筷子 我说厨房里竟是碎筷子呢 练就的金刚纸 吃饭也不能休息 还要练马步装功 吃起来可能是更快 更香吧 喝水的桌子 不用手扎筷子 不用手扎肩扛 用口叼着走 练的是钢牙铁嘴 少林口齿功 这又是难得一件的绝活啊 别小看这个大铁壶啊 它重二百三十斤 是少林寺代代遗传下来的真正历史文物 今天呢 此湖已是一个无价之宝 因为它也成为少林寺自古以来就有生活中练功的铁证 少林寺武僧睡觉一练功 早有耳闻 今日所见 果然名不虚传 如果是常人如此 真是睡不安寝了 这足以证明 少林武僧 今天真正是继承发扬少林真功夫 试用第五僧和他的小徒弟试颜悦 别看小颜悦才八岁 一入佛门洗舞三年了 一般人可不是他的对手哦 小颜悦练武刻苦 积井敏捷 深受大家的喜爱 小颜悦 小颜月的头弓 练得当然要比核桃更坚硬了 登峰松山宾馆是接待外宾来少林寺求艺习武的主要住所 这是宾馆刘经理 他介绍德阳法师教授美国朋友学习少林拳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京武术队 智力连结成长的摇篮 武斌智力连结成长的摇篮 启蒙老师也是现在的教练 他对李连结倾注了全部心血 进行了十一年的严格训练 事过八年之后 十九岁的李连结对刀枪剑棍十八般兵器无不精通 练就了一身全能功 俗话说 刀刀... 那天什么转 result 抽一根好 棍打一大片 看他娴熟的功夫 果然名不惜喘 少林寺武术馆 目前是远东最大的武术馆 忠武僧正在刻苦练功 继承少林功夫 再献少林武威 这是王湛阳教头 焦洪波总教头指导练功 少林寺武馆世行庆 在演练抱拳 公元一千多年前 少林寺秋月禅师 在所著武拳精药中 创编了象形拳 世行瓶演练蛇拳 世行药演练螳螂拳 世行鲲演练猴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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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行山大应展翅 世行山大应展翅 武馆仲武僧正在演练 达摩拐棍功 绵毕竟 绵毕竟 喔 绵ast DANIEL 试速钢大士 金钢纸碎石 石木钢大士 金钢大士 哇 碎砖宫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真是无人可比 这是毕拉十所宫 碎砖宫 十所宫 都是世行成多年练就的硬气功 它是当今少林寺著名的少林武功大师 这叫二牛分尸 听着名字就够害怕的 这可是实打实的较量哦 牛是不会留情的呀 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制服两头撞牛的力量呢 行成大师用的是以一领气 气与力合 以气壮力力发制牛 这就是少林气功以真上乘的奥秘 他要和单个牛较量 发力 神经 你就是牛魔王 我也要把你扳倒在地 和尚状 和尚状 运用了少林气功的精髓 气由丹田来 依旧丹田发 而迸发出千斤之力 这就是气功在武术中的真理所在 对 这就知道了 在这儿 和尚状 最后文化改更具 哪根 柠檬 是 一氏 十一 家人 他的 浑原一气排打功 是少林派的那一气功 讲的是力以柔而刚 气以韵而食 力从气出气引力后 练到上乘境界 气与力就达到浑原一体 肌肉身体就能承受惊人力量的打击 哇 少林真功夫 令人叹为观止啊 这又是什么招数呢 是不是喝酒不醉功呢 哦 把瓶子打醉了 嗯 又一下 看来酒是喝不成了 是形成大师 练的是少林金沙掌 又叫铁插手 此功练成极难啊 有口诀为正 金沙掌法是硬功 百人难挑一人成 日差沙豆千万掌 砍 切 拍 凿 歷瓦琴 喷守黎 非常抵览 乱 i know. i know. 拳打四面火 是海灯法师敌传的少林绝技 少林梅花庄 少林海灯法师的高徒 范英莲和李星友 在庄上脚步有张法 伸手有板眼 飞腾跳跃如履平地 可见他们已有了很深的庄供 梅花精泉 是在十一根梅花形的木桩上 打得全路 很有实战意义 据说梅花庄拱 自清朝乾隆年间就已失传 后来少林高僧 汝丰上人 口寿密传给海灯 经海灯法师钻研领悟 和数十年的艰苦演练 后又传给了高徒范英莲和李星友 终于练成了独一无二的 梅花庄绝技 这是海灯法师武馆 少林海灯法师 是身怀绝技及文学武学佛学 于一身的爱国高僧 壮观的海灯武馆 他将以禅更静 以武更雄的旗子 为弘扬中华武术做出贡献 范英莲正在传授武艺 众弟子演练全法 这是副馆长张维耀 范英莲正在传授武艺 范英莲正在传授武艺 从小就跟海灯法师学艺 深得法师的笛传授武艺 也是海灯法师精人绝技的继承人 范英莲给众弟子讲传少林海灯法师的生平义事 海灯五岁丧母 父亲又惨遭恶霸毒打之惨 含冤死去 海灯就在这个小院内随舅舅吃苦习武 海灯法师 被当时少林寺得以主持 聘请为少林寺国术教授 这是海灯法师成为少林武术正宗大师的历史见证 这是少林寺邀请海灯法师 重返少林寺的信件 这是河南省清海灯法师 常驻少林寺的信件 海灯法师 文武双全 德高望重 明文天下 这是少林寺德禅禅室 海灯法师 在家乡隐居多年后 为振兴宾渔诗传的少林真宫 不顾年迈 千里迢迢 应邀重返少林寺 为欢迎海灯法师 少林寺的青年武生 习武助兴 他们演练了少林小红拳 这是少林派的起家拳 有十八拳母之称 德高年迈的海灯法师 还常练达摩月牙铲 武弄起来刚柔相挤 酷似一位少林醉罗汉 这是罗汉上山 秋风扫月 最罗汉 最罗汉 海灯法师的睡眠方式 更为惊人 事所罕见 海灯法师旧居内 根本就没有床 只有一个小坐禅凳和小文章 从十七岁 海灯法师入佛门以后 一直是常坐不卧 这实际上是海灯法师练旧的一种常坐不卧禅功 这是海灯法师在寺庙里坐禅 七分熟睡 三分提气 通宵达旦 就是开会住宾馆 每天晚上也仍然是盘坐在小沙发上 这是达摩始祖像 相传 达摩在达摩洞中 面壁九宰 才练就了达摩所修止观功 今称不卧功 海灯法师每次到少林寺 都要到达摩洞坐禅 义事前程 一九四六年 海灯在达摩洞中 不进食 不饮水 坐了七天七夜 轰动了少林寺 海灯法师在演练一金经十三段功 这是少林内气功的绝功 海灯苦练了六十多年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练精化气 练气化神的炉火纯青的境界 看哪 将近九旬的老人 为什么不怕这凶猛的三节棍的抽打呢 因为海灯法师的一金经牌打功 一练到一气力相结合 更能灵气练神 随心借力来保护自己 海灯法师真是威武过人 盖世英雄啊 童子拜观音 海灯法师的刚柔童子宫 又称少林正宗罗汉宫 共有一百零八路 刚如磐石 柔弱无骨 年迈的海灯法师 仍然能演练童子宫 五十年前 海灯法师在成都青阳宫擂台上 演练了一指禅宫 名震天下 五十年后 法师已进入年迈高龄 他还能不能再演练这种少林宫呢 今天绝技 再现人间 五十年后 当代世界能练少林意志禅宫的 仅有害灯法师艺人 这是中国灿烂文化遗产的 骄傲 是中国灿烂文化的 海登法师将以少林武功的正宗形象 永载史册 海登法师 圆祭了 楞格寺 这是专为海登法师修建 这是海登法师的灵谷塔 少林海登法师将以博学 上武 传奇的精神风采 永留人间 海登法师圆祭以后 人们最为关心的 是海登法师的少林绝迹 是否流传了下来 他叫戴伟 是范英莲的弟子 也是海登法师二指禅绝迹的唯一传人 戴伟在演练春风五柳剑 戴伟准备演练二指禅功 人们的心都悬了起来 他能成功吗 成功了 成功了 后继有人了 李连杰和他的哥哥姐姐一起祝贺母亲的生日 尊敬师长 孝敬母亲的品德 深受同伴的称赞 李连杰为母亲献上了一块蛋糕 表达儿子的申请 李连杰两岁丧父 母亲把五个孩子养育成人 不知付出多少艰辛 特别对小杰的脸功非常支持 这位寒心如苦的母亲今天开始多么的高兴啊 不要以为李连杰只精通武艺 他对文学艺术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爱读书 爱写作 更喜欢诗歌 他写过这么一首诗 天高亦有名山寨 武林任平 见霞游 长论自身 长短处 方能更上一层楼 这正是他谦虚自立的座右鸣 李连杰下的一首好旗 在练武之辖 还与老者对弈 虚心求教 李连杰向武林老前辈讨教功法 太极专家 太极专家吴图南老先生 在传授太极真功 李子明老先生 在示范八卦掌招数 武术来自民间 要发扬继承中国武术的正宗传统 就必须向民间吸取营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连杰的罪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挺拔轻盈 柔中浴缸 飘逸潇洒 李连杰的罪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宗之潇洒 宗之潇洒美少年 举伤白眼望青天 焦如玉树 临风前 李连杰的罪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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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盯着到錶後 來拍的 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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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练三九 下练三伏 李连杰出类拔萃的真功夫 就是这样因地制宜的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苦练出来的 阴阳八卦腿 这可是武林流传的招数 卧龙松上有蛟龙 手持红筹任纵横 高甩阴阳八卦腿 练就武林上成功 拳打千层指 练就千军臂 不练千日功 何来千斤力 拳打流星 治理连杰独创的练功方法 攻击前后左右 防范四面八方 练的是手掩身法部 学的是腾挪斩闪转 真是使人眼花缭乱 李连杰与日本少林七段高手的打斗表演 李连杰说过 武术 武术 武术补育了我 我要让世界人民都知道 武术正宗仍在中国 これ出面 коп书 武生 恐怕努创明 罗一 given 武术 Qual 武术 武术 好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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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林古叉》 《红中鸣》 《少林武节天下行》 《少林武术假天下》 《少林功夫出少林》 《尉弊》 《尉弊》